最近 中国好声音节目被一系列的爆料事件所困扰 这些事件引发了公众对节目背后黑幕的广泛关注 其中 徐海兴发文为李文发声 曝光节目黑幕声称节目组曾用合同威胁他 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好声音学员的强烈不满 也进一步揭露了节目背后的内幕 徐海兴作为中国好声音首级学员 曾经与袁亚维 极客军役 全震东 一同击身 刘关战队四强 赢得了全国16强的荣誉 然而 他透露在比赛中 节目组利用合同威逼他按照剧本表演 否则将面临巨额违约金 除了徐海兴之外 还有其他参加过好声音的选手 也爆料了节目组的黑幕 昨晚录音讲述的现场画面被网友爆出 李文质疑 赛致不攻 工作人员试图上前被挡住 李文 不要碰我 别人都不要碰我 李文透露了自己在中国好声音节目 录制期间的一些内幕 称节目组脱窃报酬至今未发放 扣扣李文摔倒之后 全场只有梁静如一个人上去搀扶 其他嘉宾也好 导师也好 都是一言不发 这些爆料事件不仅让公众对好声音 对于文化娱乐产业的反腐问题产生了关注 也提醒了我们在追求艺术梦想的同时 不能忽视对自身权益的保护 希望通过这些事件的曝光 能够对文化娱乐产业的反腐工作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